狮子为了抢夺猎物,竟然学会了爬树 花豹竭力嘶吼却无济于事 现在树上也不安全了,这真不是个好消息 食物不要了,还是赶紧逃命吧 隔天狮子再次上树抢时,花豹慌忙挪动未至 没料到却便宜了猎口 生存真是越来越艰难呀 阳光下三只可爱的猎豹宝宝正在嬉闹 却不知这是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 一只宫尸走过,一切结束了 宝宝们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猎豹妈妈伤心欲绝 她守着幼崽尸体嗅来嗅去 真希望宝宝只是睡着了突然又醒来 怪不得处在猎食动物最底层最温顺的猎豹 看到狮子幼崽们也怒火中烧 这只花豹幼崽也不能幸免 活蹦乱跳的小生命 转眼间便沉湿野外 狮子们很快也尝到狮子之痛 凶手是谁不得而知 这世界越来越残酷悲惨 只因更加压缩的生存空间